我出西站了 大家好 我是五谷一 两人两车挑战可可西里 昨天咱们翻过了唐古拉山 今天咱们是正式出了西藏 你看 这里就是西藏北大门 昨天翻越唐古拉山 我的车站成了这样 出了这道门 往前走 就是正式进入了那个青海 格尔木 再往前就是唐古拉镇和妥妥河 咱们继续出发 现在温度又降下来了 把我的小帽子又找出来了 现在我们到了唐古拉山小镇 进行最后一次的补给 再往前就是可可西里了 到时候就买不到物资了 咱们看一下 买一些青菜再买一些水 备在车上有备无患吗 这个镇子并不大 但是很多大货车都是在这里修整 你看这里还是有蔬菜超市的 进去看一下 蔬菜就这一些吗 有没有生姜 尽可能饮用水多倍一些 不然的话这里的水 很多都是不能直接饮用的 又买了一些这些东西 买完物资现在是把油给加满 还有就是料数加满 现在它的加油站都没有料数 只能过来这里看一下 我问了好几个加油站都没有料数 都说只能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老板 这里有料数卖吗 料数 加油站也没有呀 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哎呦 奇了怪了 这里的加油站都没有料数了 后面这里修理部又没有料数 我的料数不多了 哎老板 老板 没冷 哎这里有料数吗 有料数没有 加油站也没有呀 看来这里都没有料数 看到我身后的牌子了没有 我已经正式进入可可西里了 你看 世界遗产地 可可西里 你看一直都在下雪 道路已经开始结冰了 哦 我车上都结满了冰 你看 这个冰柱子 继续往前出发吧 咱们第一天进可可西里就遇到占领羊了 你看 好多姿啊 一下子就跑 哎呀 我们正式进入可可西里进行穿越 下了国道109进了无名小路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看一下啊 这里 导航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路 没有路了啊 到时候继续往前走 看地图前面不远是有一个湖 看一下能不能走到 目前这种情况我也不敢再往前开了 刚才是沿着那条无名路往这里开的 这里因为看那个地图上前面不远处有个叫做雅西错湖 然后面我们就是顺着地图往前开 但是看得出来现在我们正在雅西错湖的湖底了 你看这个泥巴烂的 已经轮胎开始打滑了 沾满了泥巴 看得出来这个 你看 再往前不远 就是雅西错湖了 咱们往前看一看 原本是想说把车子开到湖边去的 雅西错湖湖边去的 但是看了一下这个路实在是不敢再开进来了 怕它明天有雪 到时候就是愣不到出去的路了 所以我们就徒步往里面走一走看一看 你看 车停在那里了 这里的泥巴路真的是不敢开进来了 你看 鞋子都沾成这样了 我怕开进来 车子限住 我想过来 前面就是雅西错了 我撤 跑过来了 今天天气不好加上天快黑了 你看 整个湖面都还是结着冰的 我狗子跑疯了 跑得那么快 今天就直接在这里露营了 你看我的狗子多乖 乖乖地跑回来 在车边守着 好乖啊 乌城 现在天也开始变黑了 现在天也开始变黑了 又不停的再下雪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安营扎载了 看一下明天天气如何 会不会是一个大晴天 如果晴天的话 到时候就可以看一下 那个雅西错的风景如何 挑战无人区 第二天 我的车子成这样了 两轮两车挑战可可心理 第二天 大家好 我是五谷一 昨天我们就是在这个雅西错旁边露营的 没想到这里的风实在是太恐怖了 车下根本没有办法待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我感觉我整个车子都在换动 被风吹的 这里白天最高温度是零下三度 晚上最低温度零下14到15度 还好我去连去东北之行 这些装备都没有冷 你看帽子围巾手套都还在 现在就正派上用餐了 待会冷准备做饭吃 还好咱们这次出行换了大面包啊 不然你看这室外刮的这么大的风 温度这么低 做饭实在是一件太着坠的事情 我这个大面包就可以实现在车内做饭了 你看还是挺方便的 我这一次冰箱东西也是装满了 特地备了很多私材 这个还是赛制烤羊腿 买的那个羊腿肉还没有吃完 其实我的冰箱根本不用擦电 现在温度就是这么低 切成薄片 涮火锅吃 土豆粉加上羊肉片 再加上娃娃菜 简单的一餐就搞定了 好吃 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温度有多低多恐怖 刚刚吃的那个火锅没有及时收拾 结成冰渣了 你看 就是这个摊没有及时倒掉 就已经冻成冰渣了 还好我准备充分 咱们看一下我昨天晚上是怎么睡觉的 像我这个棉被是八斤重 三等棉手工打造 我老妈特地从老家寄给我的 然后面我这个垫的呢 还有一层棉被 是六斤重 也是特别定制的 根据我这个车长车宽定制的 但是这样还不够 昨天把我的睡袋拿出来了 这样能装在睡袋里面 再盖着那个八斤重的棉被 才不觉得冷呢 这里昨天晚上真的是太冷了 待会收拾好咱们继续出发 穿越可可溪里 现在我们都是走在无名路上 现在在这 找到了一个连地图上 都没有显示的湖泊 还没有秘密的湖泊 咱们过去看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开得到那个湖边 因为那个是还没有秘密的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湖 因为这个路况并不很好 咱们看一下 随时有可能限制 你看我这个轮胎 我这个车比较重 这个路比较松软 你看这都已经限下去这么多了 但是我想过去看一下 因为毕竟不远了 咱们继续看一下 这里现在没有路 只能看车轮来愣路 依稀看得到这里有越野车来过 看到没有 我现在就是顺着这个车印 往前开 开到一半没有车轴印了 开到一半没有车轴印了 但是现在感觉很像离那个湖泊还是挺远的 不知道我车过不过的去啊 看这个路况越来越差了 很陡的 咱们今天硬是把大面包开出了越野的效果 我看那些越野车都没有往前开 咱们继续往前开 开到那个湖泊面前看一看 我终于把车开到了这个未知名的湖泊 开到了 这是连越野车都不曾到达的地方 咱们大面包做到了 虽然代价有点大 咱们看一下我的车成什么样了 你看 直接是颠簸成这样了 刚才是开到一半的时候 那些车车印就没有了 他们就没有往前开了 我硬着头皮往前开 上面路太颠簸了 整个车头都成这样了 还有这里 看这个就是自驾游的意义哦 去别人去不到的地方 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就从这个地图上显示这个湖泊 还没有命名 咱们就值得来看一看 是不是 咱们再往前看一看 你看 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棒了 刚才开过来之前 这里有好多动物在这里喝水 旁边开过来之后 动物全部跑了 哇 熟话说得好 能在哪里摔倒了 就在哪里站起来 而我们自驾游的车子在哪里趴窝了 就在哪里安营扎载 这就是我今晚的露营地了 面朝着这个湖泊 就在这里安营扎载了 两轮两车挑战可可心理第三天 大家好我是五谷一 昨天为了看一眼地图上没有被命名 能记罕字的这个湖泊 我的车子成了这样啊 昨天就是在这里露营的 你看那个远处就是那个湖泊 现在呢有一个问题 我的车子到时候走出去 到时候会成啥样啊 你看这里是整个碎了 这里要掉不掉的 这样拖着开车肯定是不好走的 你看搭在这里 这个车开起来滴啦滴啦的 昨天有报保险 保险有拍照片吗 这个都还债 不然的话我都想把这个直接给拆了 人先这样绑着开一段时间了 到时候去乌龙乌齐修一修 这个风景太棒了 看 能看出来这个湖水应该是咸的 你看这湖边都是白色的 又在啃血吃了是不是 自从进了可可西里 这个野生动物真的是随处可见呢 我还看到了野生的兔子 好肥呀可惜抓不到 前面好像是鱼还是什么 我不愣死 咱们走进去看一下 你看 我有一群的 哎呀 我这个是今天才发现 昨天都没有发现啊 所以昨天整个车子震动的太厉害了 昨天一路开过来 那个炮弹坑实在是太多了 整个车子噔噔噔噔噔噔 今天才发现太多地方都已经闪架了 还好车里的柜子没有闪架啊 船和柜子都还是好好的 都没有颠簸坏 所以还是挺老的 像在这里导航都不管用 因为这里根本是没有路的 一片荒粮看到没有 就是这么的宽阔 根本是没有路 然后开车的时候 到处都是这种炮弹坑 这种坑 还有像这种 像这样一个个的大洞 应该是兔子洞 或者是土拨鼠的洞 它这里好多成片 看不出来 随时可能就会有这样种的大坑 看到没有 所以我的车子给震成了这样 像这里也根本没有路 所以我们就只能随便开了 咱们准备继续出发 你看我的车子的架子 全部垫在这里了 这就是我的车子 这边太多炮弹坑了 像这个无人区里面 真的有很多未知未被命名的湖泊 像一个那个湖泊 看得出来是咸水湖 湖面都没有结冰 这个就是淡水湖了 整个湖面都结了冰 咱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 看得出来这个很结实啊 这已经是无人区呆的第三天了 本来是想说看看能不能碰到熊和蓝的 但是愣是没碰到 昨天晚上我狗子也在边叫 但是没有找到手电筒 看不清楚外面动物是什么 你看蓝没有碰到 白骨倒是碰到了 这个骨头是啥呀 你看已经风干了 你想吃啊 你看我狗子 你还敢啃呢 这还真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的 你能干过蓝不 昨天他就一直叫 但是那个时候我手电筒找不到了 找不到外面看不出来外面是什么动物 来我能出去你捡回来好不好 来 捡回来 你还真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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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這個笨蛋 你個笨蛋 叫你咬過來不知道咬過來 今天開了一下午的戳衣板路 一直跳一直跳 我感覺我的車頭震的更爛了 看一下 你看變成這樣子的了 這邊繩子板了也沒啥效果 這邊也更爛 接著一個屁股這邊咬 我也不知道還能在無人區堅持幾天 油的話還有半箱 但是我的那個料數確實是快見底了 這裡就是我們今晚的露營地了 還是兩個人兩輛車 真是沒有想到這樣都能限駐 這輛車實在是太不給膩了 大家好我是五谷一 兩輛兩車穿越可可心裡第五天 今天也是我們最倒楣的一天 今天我們兩輛車都陷住了 你看就這樣居然都起不來了 剛才有四哦 不管是調到那個手動擋 擋後面和倒退都動不了了 快點來 走 然後大家下車 快點在收到 最 Peace 我來不及了 我们是从这里过来的 没想到这个土太松软了 我车轮不吃力 我这回车子是真爬窝了 也不知道啥情况 把这个钥匙插上去之后 居然显示没有电 你看 这样扭了 也踩着刹车 这样一点电都没有 上里说电瓶不应该亏电的 真的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今天有点货不担心 我的车子陷住了 夜行的车子也陷住了 我们就是为了看一眼前面那一条冰河 然后面往这里开 没想到土字太松软了 都陷住了 看一下它能不能起来 它的车子也陷在这里了 好像比我陷的更长一些 你看还有这个轮子 这样了 现在这个轮胎越陷越深了 土太松暖了 跟我那个车子情况一样 不过我感觉我们这两个车子用那个铲子挖一下 应该都可以出来 其实这个陷的都不严重 然后面我车上有那个小铲子 到时候挖一下应该都能出来 咱们不远处就是那个冰河了 既然到了跟前 咱们先去看一下吧 看得出来这个当初应该是河道 你看 以前有水流过的痕迹 哎呀 我无常跑得多快 就是为了看一下前面那条冰河 看到没有 好沉啊 你这干啥呢 哎呀 吃冰块啊 你看 嚼得鸽子鸽子的当骨头嚼 好吃不 走啦走啦 别吃了走 别看现在太阳还没有下山 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是八点半了 这里天黑的比较慢 差不多是九点半才完全天黑 哇 快到了快到了 无常过来 不要乱跑 走 过来 看得挺近 其实还挺远的 看得出来 这个是之前流水冲刷过的痕迹 我无常跑得好高兴啊 他一个人都可以玩得很高兴 无常过来 你看太阳正在下山 阳光照在身上好舒服呀 真的太美了 可惜没有无人机 你看 看得出来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好美啊 太阳快下山了 看到没有 好大一夜 照里面 好美 太阳快下山了 整个河面 都解满了 这个面积好大 相比可以看到这么美的西阳西下 好像现车也并不是那么一件糟糕的事情 大不了我明天拿了个小铲子多挖一下就好了 现在天已经开始慢慢变黑了 准备回车子那边了 看来今天子文在那边露营了 走回来去 还好我车上备有这个小铲子 我感觉我明天多挖一会应该可以出来 夜行那个应该也可以出来 不过现在太阳开始下山了 温度开始变低了 反正今天也没有办法继续走了 就直接在这里露营了 待会准备上车起锅烧油做饭了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吧 明天要挖土了 只能这样了出不来了 老餐简单煮个螺蛳粉来吃一下 现在吃饱喝煮准备开动 但是刚才有联系大量 大量说这个靠挖的话根本不靠谱 咱们看一下 你看这现在车轮是现成这样了 诶 无常走开 你看 关键是不管是前进还是倒退 车轮是丝毫不带转动的 看现在在后头都没有点效果 靠挖不靠谱出不来 要用那个千斤顶把这个两个轮子给顶起来 在轮胎下面垫东西才可以出来 咱们先去看一下夜行的车会不会更容易出来 如果他的车弄出来了 用他的车拉我的车就方便一些 因为昨天太晚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是就地露营 没有去弄它了 特地今天来弄 你看你的轮胎好歹能转 我的轮胎站都站不了 现在就只能先把夜行的车给弄出来了 我这个车估计问题有一点大了 千斤顶弄好了 但是这个千斤顶不太好用 转的比较吃力的 现在看一下可不可以了 刚才电菜的石头全部碾碎了 现在尝试把它整个挖一下 把后面往前开算 这样往前应该可以了 往前的话还不用整板 你这样整板就会坏了 快就坏了 起码还前去一点 给我们弄脱底了 哈哈哈哈 来了一个救援超级帅的坦克300 只能这样子 绕过去 对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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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就起来了 刚拉出来就又现车了 这一段路的那个土子实在是太松乱了 你看 才拉出来又现车了 看来全层得直接拉 拉上去到上面了 这是什么品种的猫呀 银剑层 这种不会捞人吧 它不会 从来不咬人 也不抓人 好温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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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 这个地方就得逝去车 哎呦 哇 这个刚才弄得多深啊 这里就是拖车沟的位置了 夜行的车子已经拖上来了啊 然后后面我这辆车趴窝在这里 也顺便叫这个大哥帮忙拖一拖 拖车沟已经挂好了 然后我们夜行在那里做饭 得往前拖掉一个头 好温带 我这个车子太重了 还不好拖 完全拖底了 这边都是这样的 这样就是把我车头转过来一下 对 那你 你就前进打 前进打 然后方向往往往这边打 先转过来之后我再倒一点 再慢慢拉你 好 下面没拖底吧 拉不动啊 没想到我的车才是难搞啊 直接成这样了 跟着一起踩油门 没有点施毫效果 看来今天只能这样了 出不来了 你看成这样了 然后面刚才那个脚盘崩了四五次 我怕搬轮的脚盘给崩坏了 就这样吧 现在没办法了 看来今晚只能这样了 到时候明天再想办法了 在这里郑重的奋劝大家一记 千万不要跟风 也千万不要满目相信 所谓的穿越可可心里 这真的是对自己生命极度的不负责任啊 我这就是前车子见 咱们看一下 这个车子现在这里已经是第三天了 在这里也确实是对这里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这里也是深度的反省一下 你看 车子 现成了这样 昨天拉是拉不出来 彻底是脱干了 看到没有 这一边还有 这一边 车轮 我这个就是前车子见啊 不但连累了这个湖北武汉的大哥 也给这里可可心里的警察添了麻烦 他们对我也进行了深刻的教育 像这里的野生的动物 攻击性真的是很强的啊 像那些野狼和中熊 即使你睡在车里面 也是生命没有保障的 像它这个一巴掌熊 是直接可以把这个窗户给打破的 所以咱们这个需要警戒 千万别学我 但这样虾窗也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 同时也是对这里生态造成了破坏啊 这个也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所以大家需要警戒 你看 现在 现在还是得靠一下脚盘 看一下能不能这样从后面拉出来 再发一点 再发一点 有四脚摆车 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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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走 你直接倒出去 你直接倒 拉得倒 慢一点啊 别奔了啊 再车子拉出来了 但是我的车子是完全没有动力 即使这样是也开不动了 只能说拜托那个大哥 用那个坦克300帮我拉到公路上去了 现在只能全程靠拉出去了 看来这个车子要进行大维修了 终于拉到马路这边了 脱困成功 好了 谢谢啊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吧